小朋友 那個狀況是因為 平常就是小朋友 現在剛進小醫 然後為了就是上學 所以平常我們大概可能 六點多就要起床 送他去上學 那我們後來養成的一個習慣 就是因為我睡覺 會睡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都是爸爸早上 會送他上學 所以那天爸爸早上 就也送小朋友去上學之後回來 然後他就直接 就是沖了一個澡 然後就倒頭就回去睡 所以大概回去睡之前 我跟他在公司的群組裡面 就是因為我們是共同創業 就好像跟同事們傳了一個 忘記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反正就傳了一個訊息 所以那個訊息其實後來 也變成滿重要 去評判他到底是什麼時候 還有意識的一個關鍵 所以大概是隔了 差不多半個小時 我要準備出門 我就進去化妝 那因為其實 你老公睡在旁邊 然後就算你知道他在睡覺 就有時候你會想說 就聊聊天 然後交代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邊化妝 然後一邊跟他講說 今天下午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就突然 就是眼角就瞄到說 為什麼那個畫面有點怪 因為他開始呈現就是 好像一隻活跳跳的蝦子 在床上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想要彈跳 然後我就說你幹嘛 在做運動 最新運動 對 我就說你幹嘛 然後後來就看他眼睛是 睜不太開 然後但嘴巴就 就感覺要講話 是講不出來的 然後其實當下 因為其實我跟我老公 平常我們的相處 就很喜歡互相開玩笑 我還想說他是在鬧我 還是在這樣 對 我想說 你在鬧什麼 然後後來他又突然 就吐出一句話說 所以那個髮型師要怎麼樣 就是我就開始覺得不對了 因為你為什麼會對我回答 就是一個 牛頭不對麻醉的事情 然後後來再加上 就是他一直不斷地彈跳 所以我當下就覺得 這個事情很怪 所以我就立刻打119 然後119也是很快就趕來 然後就把他送到醫院去 那當然當救護人員 到現場的時候去評斷 就已經所有中風的指標 都已經吻合嘛 意識不清 然後就是身體就是半邊 就是已經失能 所以後來送到醫院去之後 又經過了一番折騰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就是急診的醫師要判斷 他是腦出血 還是腦阻塞型的中風 結果因為他 因為他很強壯嘛 所以他還有力氣的那半邊 他是死命的掙扎 因為他那時候其實 已經意識不清 所以我就記得那個畫面 三四個醫護人員架在那邊 都沒有辦法 把那個顯影鏡打進去 因為他要照腦部核磁共振 然後甚至是照到一半 他就突然躁動 然後手這樣一把 然後顯影鏡噴出來 然後血就這樣 這樣一直噴 然後就很慌 因為他不趕快去檢查出來 到底是哪種中風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 他就反抗就對了 對 他就是一直反抗 所以我還記得那個畫面就是 我就穿了一個鐵衣 然後我就是死命在那邊 就是流眼淚 但你不能哭 因為你現在的工作 就是要把他壓得緊緊的 然後要一直跟他講話 想辦法讓他回神 想辦法讓他回神 所以後來就是 有索性 有在那個時間內 三個小時之內 有診斷出他是 腦栓塞型的中風 就腦被堵住了 然後酸胎溶解劑打下去 可是其實對我來說 那一刻會非常的煎熬 因為你前一刻 還在跟他聊天 早上他還送兒子上學 你們還在計畫的 可能這個週末要去做什麼 結果你就在 簽病為統治書了 然後你就在簽很多 很多的文件 然後後來當他 打完酸胎溶解劑的時候 因為在送到家戶去觀察 所以你就看他是突然 就是包著尿布 然後全身插滿了管子 然後被推到家戶去 然後我也沒有時間 可以看他 因為他家人 就只能探訪一個小時 可是他都在昏塵 所以我還記得 我那天回家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 就要放學回家了 然後我沒有 我當下其實有打電話 給他的爸爸媽媽 但我沒有把話講得 非常的嚴重 因為我怕那兩位 老人會很擔心 所以其實第一天 他的爸爸媽媽也沒有 就是立刻趕過來 然後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我就是很鎮定的 要配一碗小朋友 然後上床 然後等到他上床睡覺 然後我整個是慌的 因為突然之間他倒下了 然後本來第二天 我們還要去拍汽車的廣告 是全家人一起拍 然後我就突然在想 好 那接下來生計怎麼辦 然後接下來醫療費 是不是會很多 他是不是下禮拜 就可以出院 我那時候還很傻 想說他是不是下禮拜 就可以出院 你還不知道事情 有這麼嚴重 其實大概會有知道 可是你心裡不接受 所以我會在那邊 自己想像說 說不定他下禮拜 就可以回家 然後小朋友 接下來怎麼辦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的職責分配是 我想要多一點時間 在家裡陪小孩 所以包含小朋友的接送 都是我們自己啦 然後你就是握著 小朋友的手 你才會感覺到 好像有一點溫度 然後你才稍微可以休息 所以其實從第二天開始 你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哭 歇斯底里 你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 工作安排好 他的醫療安排好 然後小朋友趕快先設定好 有一些工作什麼的 廣告可能就先要暫緩拍了 對 因為他是突然這樣子倒下來 對 不過我覺得 你那三個小時也算是 很關鍵很救命 因為你剛好就在旁邊 剛好在旁邊 而且加上就是 可能因為平常我們 就是在提示能產業 然後就已經有受過一些 基礎的這種救命的教育 你會知道他這個狀況 是一定要趕快打119 去送醫院的 對 因為三個小時插完 就可能差很多 我覺得很奇怪 我有個朋友也是這樣子 他是六十多歲 也是在大家本來在唱歌 他就突然就趴下去 起來一樣是中風的現象 那也是腦栓塞的問題 然後也是趕快送醫院 然後立刻三小時之內 那天開刀都動完手術了 所以他其實是隔兩天 就可以講話 從一個本來語無倫似 到可以講 恢復非常快 因為掌握完全的救命時間 團隊都在等他 那可是他是比較高齡 六十幾歲 你老公才37歲 對 所以其實大家就會想說 第一個 他有沒有所謂的三高的問題 沒有 然後他過去有沒有什麼病史 沒有 我們不淹不久 然後但有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熬夜熬得非常的兇 可是那天你剛回想 他是回來就洗個澡 躺在那邊就出問題了 就出問題了 他應該是一躺下去的時候 就出問題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評斷到底有沒有過三個小時 就是用那則簡訊在評斷 所以其實到現在為止 要老實講 因為他現在中風 已經差不多三個多月了 對 然後所有的醫療診斷出來 都沒有一個最確切的 直接性的原因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導致他中風 但是有很多旁邊的原因 譬如說後來他在照腦部核磁共振的時候 發現他原來天生腦部的結構上面 他左邊的頸動脈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譬如說從核磁共振上面來看 就是如果說我正常的血管 是大拇指的粗度 他那個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那我們大概了解 因為核磁共振 它是一個動態現影 所以應該會有一些誤差 但是基本上就是可以評斷出來 他其實一直有一些先天性的腦部問題 自己從來沒有發現過 然後加上我們熬夜其實是非常長期 熬夜熬得多嚴重 我們都在熬夜 我們大概都是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都想陪著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上床以後 我們才會開始去處理工作 然後寫教案 因為我們其實不只是教練 我們也是引進了一些證照 然後同時是證照的講師 所以我們都會到了晚上才開始去想說 我們要怎麼行銷公司 然後怎麼寫文案 然後怎麼樣 就全部都是半夜做 所以我們大概 半夜開始上班就對了 我們的慣性就是兩三點睡著 然後六點就會起來一次 弄小朋友 然後可能如果回來有時間 再睡個回籠罩 再睡個午覺 那一直以來 這樣我們又有打劍沒比賽 一直是拿自己的體能 就是在邊緣冰 可是因為我想說 我們就是健檢都很正常 還年輕嗎 對 我們也不老 體能都很好 所以我們就是完全輕忽掉這一塊 然後加上爸爸 他其實就是不是很愛吃青菜 然後就是可能水喝的也不是很多 所以就是很多很多的原因加在 其實又熬夜 那天可能又剛好沒有喝水 然後加上他後來檢查出來 他其實比較血液 是比較容易有凝血問題 所以可能就是一個 加起來 對 上帝化了妝的祝福吧 就是叫你開始要注意健康 所以在那個時刻他就倒下 提醒他要休息了 所以其實頭一個禮拜 我的工作是完全停擺 因為其實他頭一個禮拜的變化 會非常的多 譬如說像他那個時候 酸胺柔檢劑打下去之後 他不是那個很幸運 隔了一天 他就手腳可以動起來 所以事實上他 因為主要壓迫到了他的運動神經 所以他整個右半側都是癱瘓的 然後但是那個時候醫生評估 他應該並沒有傷害到 譬如說會讓他昏睡 或是語言區這些應該都還好 但是他從就是 第二天從家戶推出來之後 他就是一直睡... 就是那種叫他... 都叫不醒 所以像後來有時候 我們在醫院會聽到 有一些護士他會說 先生 先生起床 先生你醒醒 就是你聽到這種 這種口號呼喊的時候 你心都會驚一下 因為你就會回想起 你頭一個禮拜 就是護理人員看護 大家家人都會這樣 一直叫他... 但他就是這樣會醒來一下 然後就又睡下去 然後醫生其實那時候也滿無解的 因為基本上他為什麼會中風 就已經是一個問號 然後再加上他後來就是 一直昏睡的這個狀況 也會讓人家覺得就是非常的擔憂 就只能很密切地一起去觀測 那那個時候你就會記得 你在床邊就會要一直跟他講話 然後包含就是後來 其實我沒有那麼想要讓我們 六歲的小朋友這麼早就看到爸爸 怎麼突然變成這樣 因為其實爸爸一直是他的偶像 像他以前就看那個英雄電影的時候 他都不覺得英雄很厲害 因為怕爸爸都身材比他們好 爸爸比英雄身材還好 對 他都一直很隱為 可是就是爸爸突然變成這樣 我就會想說我要用什麼藉口 所以一剛開始我是跟他說 爸爸今天可能沒有辦法回家 因為爸爸早上運動的時候受傷了 然後受傷爸爸身體不能動 所以還要住院 可是因為後來爸爸就是真的 意識太不清楚了 然後他在意識不清楚的時候 他有吐出說我好想兒子 所以後來就是因為他是住單人病房 所以我們就把兒子帶去讓他看 然後果然就是他看到小朋友之後 他清醒的那個時間 有開始稍微變多變多變多 然後有慢慢的開始比較好起來 可是後續就是 當然就是因為小朋友很早接觸到 爸爸可能還包著尿布 然後鼻尾管 然後食物要這樣灌這種很虛弱的畫面 所以後來其實有一些 小朋友都看到了 對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陰影 就是我們後續也要去做一些處理 可是頭一個禮拜就是爸爸 就是每天一直在邊 你怎麼跟小朋友解釋 其實後來當要去醫院的時候 我們就有跟他說 爸爸其實不只運動傷害 爸爸在腦袋裡面受傷了 那爸爸腦袋為什麼會受傷 我們不是很確定 可是因為爸爸腦袋受傷 所以他一剛開始講話 這些會有點不清楚 但你不要擔心 你讓爸爸好好休息 他都會慢慢回復 可是這樣講的小朋友 不是很能接受 我覺得他當下 就是我們家小朋友的個性 他當下並沒有表現出不接受 或者是很抗拒 但是他是在後續回學校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反常的行為出現 那個時候我們才發現到 他心裡其實有很多的不適應 但是他太少了 他不知道怎麼去講出來 那當然就是後續爸爸就是 每個禮拜康復的進程 就是譬如說像他那個時候 一剛開始的時候 會開始突然變得脾氣很暴躁 然後你就要想說 天啊 他會不會以後都這麼暴躁 那我要怎麼樣 把他留著跟小孩在一起去相處 然後或者是 他會變得有點像是智能 有點退化 心智年齡退化 因為譬如說小朋友 來在吃零食 但是他那時候插的鼻味管 他沒辦法吃 他會因為沒有辦法吃到那個東西 真的認真的跟他兒子去搶說 你這個東西應該要給我去 然後用手去抓 就是不是一個平常 爸爸會有的情況 然後但是後來索性就是 這些東西有慢慢隨著 可能他腦袋的訊號 可能比較 可能恢復正常了吧 然後就是比較有 恢復到起始的狀態 就是後來就只剩下 他的半邊失常 還有視覺有一點點受到影響 聽說你們家現在 不能聞到沙威龍的味道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緊急去住院之後 然後就是要買一些 盥洗的用品 然後就是醫院能抓的 就是沙威龍 想說殺菌很好 其實味道真的很像 沙威龍真的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 但重點是因為 在那些時刻 我每天聞到的都是那個味道 所以現在其實我聞到那個味道 我會有點怕 他會完全把你勾到 就是當時那個很兵荒馬亂 和你不知道 下一刻要怎麼走的 那個情境裡面 對 所以我就 就是以後可能就不會用 想先問一下這個筋肉麻麻 是 老公你剛剛講 一開始他脾氣變得很暴躁 你心情一定也很低落 你們怎麼相處 我覺得那個時候 是沒有辦法相處的 因為他根本沒有辦法溝通 因為譬如說他在醫院 然後因為他的視覺有受到影響 就是有一片都是模糊 所以電視他也都看不到 所以基本上就是當他醒來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能夠讓他 醒來的時間久一點 所以可能就會給他一些平板電腦 或是手機之類 但他可能滑 然後就只能用他的左邊 不是他的慣用邊 他就會暴怒 然後就會拿開 煩了什麼 其實老實講 那個時候你是沒有任何 溝通的餘地的 你就是只能忍受 然後去安撫他 因為在那個當下 他情緒激動 血壓飆高 對他來說 很有可能會有二度的傷害性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跟自己對話 其實能做的事情 就是跟自己對話 所以其實像那個時候 我自己解決的方式 就是有兩個 一個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寫文字 所以我就是把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一字不漏的記下來 包含從第一天 他在床上發生什麼事情 我怎麼發現 然後他進音樂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歷歷在目 因為對有些人來說 回想這件事情會很痛苦 可是對我來說 那個是訓練我自己 變堅強的方法 所以我就是把他這樣 一行一行的刻下 他今天情緒有多躁動 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我覺得當我寫下來 然後可能過一個禮拜以後 我來看我就會笑出來 因為想說你看 你那時候多好笑 那再來就是 這個很好 一個是聊我自己 一個是留下證據跟記錄 等他好的時候 非常重要 我這麼認真 花這麼多心思在照顧你 你要加倍疼我 不會來 真的有 我現在就是會拿出來的 因為他其實現在 根本就不記得 剛開始發生的 那頭幾個禮拜的事情 那第二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也非常的受用 就是我會去運動 因為其實很多人就會想說 天哪 你不是就是每天要顧小孩 然後要工作 然後要幫他弄醫療 然後你要去醫院照顧他 哪來的時間 可是其實對我來說 我總要留一點時間 是給我自己 我如果把所有的時間 全部都丟出去去照顧他 那可能接下來 先倒下不是我的身體 就是我的心 那這個家就完了 因為我們的小孩還很小 所以對我來說 運動是一件我喜歡的事情 它就是每天的一個小時 我在運動的時候 我的腦袋會想聽很多的事情 我的情緒會變好 所以我還記得有一天 我就是自己早上 可能送了小朋友上去 七點多我就去我的工作室 在運動的時候 然後陽光那個時候灑進來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那個陽光灑進來 我就覺得 其實人生是充滿希望的 太陽會再次升起的 絕對會 所以我要 自己該做的事情 我該實踐自己的事情 我都要去做 所以在那個當下 因為本來兩週後 就是我的健美比賽 那當下發生那種事情 你一定想說 你不可能再專心比賽 然後你也不可能去準備 你身體的狀態 但陽光灑下來那一刻 我就突然覺得 就是我還是要把我自己過好 因為等到他之後 可能意識清醒了之後 他也會希望我還是好好的 沒有因為他倒下 然後整個家裡亂掉 他會充滿很多的內疚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兩件事情 真的是幫助我 滿多滿多 在整理自己的 發揮了最大的功能 其實我覺得 對於小孩來講 是非常好的示範 他會看到媽媽還這麼堅強 雖然他現在還小 但我覺得長大 這會成為他內化 也是一個很好的力量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這件事情讓我 我所有遇到的這件事情 其實不管是老公的康復 或是陪伴他 我覺得都是在我心靈 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可是唯獨就是小朋友 因為前面有講到 他就是可能心裡 有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在學校就出現了一些 可能行為比較暴力的狀態 暴力 對 就是他會跟同學 發生很多肢體衝突 以前都不會 可是他以前是不會 他是很個性溫和的小男生 所以後來就是 我們也是立刻就找了 那個小朋友的心理諮商師 然後去了解他怎麼一回事 他幫爸爸生氣 對 他從畫圖裡面 因為他第一次去諮商 他跟那個諮商師不熟 他會講什麼 他就畫圖 諮商師就叫他畫 爸爸媽媽跟他自己 就是說你畫 你會不會畫男生女生 那你要不要畫你自己 或爸爸媽媽 就這樣引導他畫 結果他就畫了一個 我跟一個他 然後我們兩個的手都很大 就是譬如說人的頭子有這樣子 手是這麼大的比例 然後後來諮商師就是說 其實在小朋友的一些 心理上這些繪畫 會呈現的一些事情 譬如說手很大 他可能其實知道 媽媽現在很辛苦 對 然後都有在承擔事情 所以媽媽的手 會突然變這麼大 然後他也想要幫忙承擔事情 他才會把自己的手畫得很大 然後但在那個當下 他完全不肯畫爸爸 他就畫了一個醫院 然後醫院上面有很多蜘蛛王 蟑螂 然後很多鬼在飄飄飄 但他不肯畫出爸爸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那個當下 我們把他送去心理諮商 然後包含知道後面要怎麼跟他聊 怎麼開導他 到現在為止 爸爸已經回家陪伴他 其實他已經回復就是 心理很健康的小朋友 因為在校就是 都恢復正常的狀態 真的辛苦要花時間